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务院9号称中国在全球执行高空气球监视计划 侵犯了全球大约40多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但美方却拒绝公开任何证据 甚至不愿透露这些国家名单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天遭到美国记者质问 美国才在这些国家实施监控计划 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 声称中国军方通过气球计划 对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进行监视 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 但有美国记者当天指出 这些指控恰好证明 美国政府才对这40个国家实施监控 他们 宝宝账疑控控控制 各个国家全球的国家 文章的理由 这个计划 和前几个国家有些几个国家 在五百国家上 我们提供先说明 这些国家 你刚才说 四十四国家 五百国家 哪些国家 我们今天提供了 但我们没有提供 你不在意的独立大公司 之神,你不要在意的独立大公司 特朗普,你怎 else 民意中 sig? 是的,我只有在意的独立大公司 我只是不想册 那正在意的独立大公司 那你能在意的独立大公司 最近你 Games 这个将农的独立大公司 往前考虑你该 elbowCy 像在这些卿上有控制的独立大公司 你怎么知道 sprechen 那些公司 发生了吗 计三国 你把这些公司 但依旺 蒙 sketch 美国国务院还声称 中国的气球侦查项目持续多年 但记者立即质问美国政府 如果属实 美国为何不在多年前告知盟友 中国交部在9号表示 美国政府的指控 是美方对中国进行信息舆论战的一部分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监测国家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深圳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 为遭受地震灾害的土耳其和叙利亚 设立匹配捐款基金 从2月6号到22号 国民通过加拿大红十字会做出的捐款 联邦政府将提供等额拨款 最高1000万加元 当天政府也派出官方灾害评估小组 前往土耳其协助救灾 加拿大联邦政府即稍早宣布 提供1000万加元援助救灾之后 8号再次表示 将向加拿大红十字会 为土耳其和叙利亚灾民 抽得的善款 提供最高1000万加元的 匹配等额拨款 截止日期是2月22号 特鲁多补充 许多加拿大民众来自土耳其 或是仍有家人在当地 最近几年 也有大批叙利亚难民来加拿大 特鲁多呼吁 民众除了捐赠物资 也可以直接到加拿大 红十字会的网站进行捐款 由加拿大西岸民间团体 筹集的首批援助物资 周四9号将会通过 土耳其航空的直航班机 从温哥华运往伊斯坦布尔 志愿者表示 当地目前最急需的是 专业的搜救人员 呼吁联邦政府 尽快地派遣专业人手 前往当地协助相关工作 联邦国际发展部长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由加拿大军方 环球事务部官员 组成的灾害评估小组 正前往土耳其 以确定加拿大如何 为地震救灾工作提供协助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慈善机构 全球医疗援助会则表示 民间救援团队8号晚上已经出发 将为受影响的灾民 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另外一个属于温哥华市政府的 城市重型搜救队 也已经准备就绪 不过出发前需要获得 加拿大外交部的批准 富皇卫视 祖克勤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自海同春 华兴闪耀加拿大春晚 是华兴艺术团创立的系列春晚 温哥华分会场 由上德投资有限公司主办 为温哥华的华人华侨 献上了一场盛大的新春艺术盛宴 华兴艺术团团长 希望通过加拿大各地的春晚 促进不同族裔间的了解和友谊 那么我们除了温尼泊 多伦多 温台华 我们今年加上了温哥华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能够在温哥华 来推广这个加拿大春晚 春晚得到了 瑞邦金融集团的冠名赞助 并由巨星舞台艺术学院 以及家中友好合作协会承办 晚会汇聚了歌舞 戏曲 变脸 以及乐器演奏等 中西合璧的精彩节目 作为多伦多 温哥华 温尼泊的 全国的赞助 非常的高兴 也建议表达向祖国加拿大 所有的全球的华人的 忠心的节日问候 我们特别还从中国请过来了 我们特别有名的变脸大王 我们的奖镜 给大家带来个模仿秀 大圣归来 我相信今晚的演出 给我们大温地区带来一个视觉的盛宴 这次的春晚呢 是传承了从2004年开始 我们是向海外华侨 传递这种春节的 这种欢乐气氛 春晚还得到了 Simply Financial的白金赞助 我们银行呢 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和赞助 希望呢 我们华人华侨 还有留学生们 在加拿大 能有一个非常温馨 非常有年味的新年 晚会现场坐无虚席 数百名观众 度过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新年 凤凰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观众观众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 很多大型金融机构 从包括亚马逊 谷歌 微软在内的几家 云算提供商 订购云算服务 而如果其中一家提供商 遭到骇客袭击 或出现技术问题 将会导致金融服务机构 安全被大规模的破坏与暴露 且会让美国民众的利益 与隐私受损 因此财政部计划 本周之内举行会议 就风险管控问题展开讨论 此外 财政部也会同时组建 由财政部货币监管局 与消费者金融管理局 参与的工作小组 来调查分析 云算服务过于集中的问题 并对潜在的风险管理办法 提出新的法规建议 迪士尼公司在8日公布 最新财报后宣布 将削减55亿美元的成本 计划进行大规模重组 削减的成本中包括 30亿美元的内容成本 以及25亿美元的非内容成本 除了业务重组外 迪士尼还宣布将裁员7000人 相当于其员工总数的3.2% 这是自报部艾格 重返迪士尼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 采取的最重大举措 此外 对于迪士尼未来的展望 艾格表示 还在首位的是流媒体战略和业务盈利 消息一出迪士尼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约5%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四是高开低走 当天拍卖的EP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压倒了迪士尼和百事可乐等利好财报的影响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 美国上周的首次申领事业救济人数 六周来首次上升 我们来看华尔街五一市场 在星期四的走势状况 新四三大指数 美股是跳高开出 全天是走势反复震荡 而收盘反而是以下力作手 公司盈利消息持续还是指引大盘走势的主要动力 在盘中倒置升幅还是超过300点 主要是收多家公司盈利超好 投资人趁低追捧机油股 美国娱乐集团公司 迪士尼公司早是一开盘就上升4% 是盈利和经营业额都是超出市场期为好 但是收盘时反而遭到获利回头抛压 是下降1.31%作手 而人工智能AI相关的产业 仍然是投资人高度关注焦点 但是公司的产品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不被投资人看好 谷歌公司重测超过5% 脸书公司也是下降3% 微软公司下降1.14% 苹果公司特斯拉公司等等 也都是遭到投资人的获利回头的抛售 投资人也关注的是 中国经济开封之后相关的 受影响的产业 像一些娱乐集团是MGM 以及WIN国际公司 都是分别上升7% 以及6% 有捐商表示 中国经济会在今年开始出现 强劲的复苏相关产业股价 将会跟随走高 所以中概股 科技产业中概股 在盘中也是涨跌互相的格局 时间长的收益率 收盘时是3.64% 石油价格下降1.08 是717.61% 一桶做收 黄金价格也是小幅下降 0.95% 1872.90美元 一桶是左手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播报秀历史扩展第三空间 多媒体展览 于2月10日正式对公众开访参观 此次展览以艺术作品为主 讲述播报文化对美国的影响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 茶一直是亚洲美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将甜美的木薯小原文 放入茶饮料 冰沙 及其他饮料之中的做法 这是近代才出现的景象 播报奶茶的热潮 可以绝溯到20世纪80年代 当时播报奶茶在美国西岸 台美人社区开始流行 到了21世纪初 播报奶茶店在全美各大城市涌现 各类创意播报奶茶饮品 以及经营播报的商家与时并进 使他们与消费者之间产生无限的想象力 Hi, my name is JP Jason Pereira I am co-curator and co-creator together with Dr. Julie Phan of Cal State LA and we've created the Boba Show So the story of Boba is very significant to our Asian community here Boba when we were looking at the show to do the story for the show So we found that cassava that Boba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cassava coin So the Boba Show here at CAM Chinese American Museum opens on Friday February 10th and it will run to January 2024 So it's going to run for a whole year and please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come out and see it We plan on having some Boba events here at CAM and so so we'll see how it goes but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our community come out to share in the story to learn about our story and to have some Boba after you know we have a pop-up shop happening tomorrow evening and Taste Tea the Boba Shop from Orange County to San Gabriel Valley they'll be providing Boba for us all to enjoy while we take in the show 目前以Boba奶茶 为号召的饮品 每杯平均价 是4-6美元 已发展成 全球25亿美元核心产业 并挑战着 美国的咖啡文化 甚至Boba Boba 这个名词 也进入了 美国权威字典 梅里厄姆 韦伯斯特 极剑桥字典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展览联合策展人 杰森·佩雷拉 以及潘和彦博士 汇集九位当代艺术家 组成一个多元化团体 讲述了波霸 对不同国家 和人群的影响 本次展览 以包括波霸的简史 等各类主题 追溯其作为 牧鼠根的起源 并讲述 从美洲到非洲 穿越台湾 再回到美国的历史 以号码 the trail that will be opening at the Chinese American Museum really is an indication of not only the 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s but also the story of all diaspora we look at the Casaba root A lowly root that moved from Brazil to Africa to the Asian countries it changed when it got to Asia and it got to Taiwan then it became the boba that we all love to drink nowadays but we also know that boba is now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after 30 years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oba it has become part of the drink culture just as we Chinese Americans Asian Americans and other immigrants when we leave our home countries or historical countries and w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ecome part of that American culture 华美博物馆成立于2003年是南加州地区首家及唯一致力于介绍美国华人经历和历史的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历史悠久的加尼尔大楼内该大楼建于1890年是洛杉矶原始华城县存最古老及最后一座建筑物 日间华美博物馆携手波霸秀历史扩传第三空间创意展览以探索美国人对波霸奶茶的知名及其惊人的增长为主题 结合多媒体和现场互动艺术座展示给洛杉矶本地居民和来自全美的游客展现波霸奶茶的历史和文化 凤凰卫视 马昌月 汤子如 洛杉矶报道 在行动反仇患联盟2月8日主办的研讨会中 多名权威性的专家参与讨论了如何制止仇恨犯罪的蔓延级措施 主持此次会议有联盟创办人 加州前任参议员夏勒伯及他的夫人和美妹 参与此次会议的嘉宾有前洛杉矶县警长吉姆·麦克唐纳 洛宏多警察学校负责人沃尔特·艾伦 圣纳蒙警察局长丹顿·卡尔森 国际警察局长协会项目主任多明哥·赫拉伊兹 以及联邦调查局刑事调查处洛杉矶办事处特别主管布莱恩·基尔·霍利 随着仇恨犯罪的持续发酵 首都出席的联邦调查局代表呼吁大众多项该局举报仇恨犯事件 充分利用该局的各种资源打击仇恨犯罪 国际警察局长 协会项目主任赫拉伊兹分析 仇恨犯罪率的上升与社交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强调 社交媒体面向全民众 民众认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仇恨言论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甚至连身居高位的人在发帖时都难以避免对仇恨言论的使用 久而久之 仇恨言论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给民众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此次会议专家们针对 仇恨言论传播讨论出了几个拟议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教育 警察培育 社区参与 仇恨犯罪起诉 受害者外年 心理健康治疗 有效利用技术 社交媒体监测 全面数据收集和整确的媒体报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美国太平洋地产开发公司日前在南加州盛盖博士 举行太平洋广场商助两用多功能项目 破土动工仪式 当地民选官员及建筑金融房地产等相关行业人士 200多人到场祝贺 盛盖博士市长丁严宇 市议员吴成远和市议员Eric Chen 富保银行银行总裁李玉 国会众议员赵美欣的特别代表 Enrique Robles 加州参议员Susan Rubio的特别代表 Sandra Manta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的特别代表 Jennifer Tang 以及加州众议员陈立德的代表等 出席了当天的破土典礼仪式 并向美国太平洋地产开发公司颁发了贺状 据介绍 位于盛盖博士的该项目 占地约为5.85英亩 有243个康斗住宅 8个生活工作单元和一个零售购物中心 零售元素是该项目的社区亮点之一 将提供超过75,500平方英尺的餐饮和零售空间 以及13,000平方英尺的生活工作空间 这一标志性项目将吸引对圣凯博士 和圣凯博大道商业走廊的更多投资 那完工以后我想会造成的 Saint-Gateboard 波罗瓦这条路变成第二个 Old Time Pasadena 美国太平洋地产公司副总裁Ken Lee表示 整个建筑项目在计划开始时 就积极听取社区民众的意见 按照民众的需求设计了整个方案 除了243户康头之外 还有健身房超市餐厅面包店等 相信可以汇集到周围的居民 也可以吸引其他城市的消费者到此购物 这个项目的北侧部分将在三年内军功 在破土之前举行了传统的武师表演 嘉宾们为狮子点睛 James Joe Ken Lee 与丁炎鱼 吴承远 李宇 以及与会嘉宾拿起铁锹破土 太平洋广场商助两用多功能项目正式开工 本黄卫视 田野 洛杉矶报导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今回來再过一个首期剑 еры丁炎鱼 接下 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友 麦当劳联合赞助播出 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